現在買房公設比高 不少購物族抱怨 根本是花大錢買公設 因此內政部長林友昌宣布 虛平改革兩大策略 第一就是要將停車的空間 重新定義為獨立產權 第二則是把一般電梯 從英計融機改為免計融機 而且限制管委會的空間 兩項改革預計 可以降低公設比五到十趴 但這樣的改革真的讓民眾有感嗎 寬敞中庭 小公園 遮雨乘涼的小角落 這些通通是買房常見的公設 但這幾年公設比越來越高 勾足買到的室內空間越來越小 內政部推出虛平改革 未來大部分新建案的公設比 有機會大幅降低 那我們預計大概可以降低 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公設的一個比例 虛平改革分為兩部分 第一未來停車空間 改為有獨立權狀 沒買車位的人不必負擔車道面積 第二部分則是把一般電梯 從英計融機改為免計融機 另外管委會空間 鎮定總融機 百分之一的門檻 最少二十平方公尺 上限一百平方公尺 如果真的希望把地下室這樣子的空間 跟車道區隔開來的話 他就必須把這一些公設的部分 跟實際上私人停車位的部分 完全的區隔開來 雖然改革有一定難度 但若是推動順利 外來買房的公設比 有機會從百分之四十 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到二十五不等 等於買三十平的房子 原本室內只有大約十八到十九點五平 但如果公設比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實際面積就可以增加到二十一到二十二點五平左右 建商他們去蓋這樣建築 不管是成本 或他們期待的一定的利潤 都是固定的 如果去改變這樣子的公設比 事實上其實不太影響 他們對於總價的期待 房價沒有降的話 年輕人還是買不起房子 如果我不需要那麼多的公設的話 如果降低的話 總價比較低就會比較願意 繼續購入 內政部推出虛品改革 目的要讓民眾埋到的實際評數 變多變大 實際效果還有待時間證明 記者林俊廷王爺德 台北採訪報導